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找到羅亞方舟 對整個基督教教學術界 有什麼意義和影響 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我想從一個護教學的角度 來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在神樂園有機會讀護教學的人都知道 現在在科音派的陣營裏面 護教學有兩個不同的進度 一個進度叫做實政主義 evidentialism 這就是大概的意思是指 我們透過證據 譬如說考古 譬如說一些科學 一些證據引證聖經的可信性 這個叫做實政主義 另外一個向導 在護教學的向導 叫做前撤主義 前撤主義 前撤主義 傳統的基督教主要是實政主義 evidentialism 這個思路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之後 由於對理性主義的質疑 特別後現代的興起 在科音派裏面 都越來越多的人 提倡是應該用前撤主義 不應該用太多的理據去推薦聖經 因為理據可能不能夠真是給別人信心 而且理據本身可能是不足的地方 有正面有反面 所以慢慢把實政主義的 所謂的護教方法放低 甚至被鄙視 我覺得好像一個鐘擺 時代如果是反理性主義的時間 自然就會在前撤主義抬頭 時代如果是傾向於用理性探討 事物的真相的話 當然實政主義就會抬頭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 相信聖經說話的神學工作者 我們應該有一個平衡在這裡 其實這個信心接納聖經 以及這個用理性去推論聖經的可信性 並非是相對立的 是可以互相補足的 是互為因果的 之前這個神學家說得很幽默地說 他說我們不能夠 believe in an empty head 即是我們不能夠相信一些空洞的 沒有內容的資料 如果把聖經是前撤的話 其實我們就差不多把基督教 撥入一個範疇裡面 我們不能夠跟人 特別跟科學 跟一些理性探討的人 有真正的對話 但是相反來說 如果我們除了信心之外 我們同樣都有這個理性的基礎 不單止對外我們可以對話 對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們並非好像其他宗教那樣 一邊說信心不說理據 基督教除了信心之外 同樣都說理據 假如我們基督徒放棄了這個重要範疇的話 我相信我們遺失了很大量的 基督教應該有的寶貴的遺產 所以我認為這次羅雅的方舟 如果是被進一步更加清楚被證實的話 其實做一次提醒我們 原來聖經記載是真實的 並且可以用理性探索的 理性的探索和信心的接受 兩者可以並存的 大家明白到我們說科學的方法 科學和科學的精神是兩個不同的層面 科學的精神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根據 用理性邏輯的推論得出一些理論 得出一些結論 這個是科學的精神 如果從這個角度說 我認為神學是科學 因為神學都是用科學的精神 去探索人類的真理 包括我們去研究聖經 包括我們去看聖經的一些可信性 我們都在用科學的精神 來推論出那些理論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們要用實驗室方式的科學的方法 去研究聖經的話 這個差不多是創的方法 因為科學的基本的定義就是那些事情 可以重複做實驗得出相同結果 當我們說去研究聖經的可信性的時間 就是假設我們研究聖經 二千年前三千年前發生的事 這個所謂by definition by 本身的事的性質 就不能夠再重複 再做實驗 所以從這個窄的科學的定義來講 當然聖經不是一種 在實驗室方式的 這個科學的研究方法 是得出來的結論的 所以這裏其實我們講的兩個不同的層面 我舉個例子說 我們現在講的基督徒的研究科學 研究護教學 研究神學 是一種科學精神 這種方法 籠統來講 我們叫人文科學 human science 譬如心理學 社會學 考古學 都是屬於這個範疇的 考古學本身剛才我講過 就已經是不能夠 by definition 不能夠可以重複地 將那些事件重複 如果可以重複的話 就不是考古了 所以已經發生的事 我們用很多的其他的旁證 去推論出來 如果明白這個看法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只有在實驗室方式的 我們叫physical science 一些合意的科學定義 才能夠得到百分之百肯定的結果 一般來說 我們說是窄的一些 一些實驗室方式 譬如chemistry biology 那些範疇裡面 我們叫physical science 那些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結果 即是兩份氫 一份氧 就等於H2O等於水 這個在任何時代 你再重複都得到這個結論 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就是這樣 這種的形式 包括數學 或者基本的邏輯 先是屬於百分之百肯定的推論範疇 是用理性 無論你怎樣 在什麼時代都好 都推論出同樣的結果 這種physical science 的範疇 還於這幾個 subject 這幾個學科 不過 如果你說 只是這些才叫科學 的話 人類的文化 就差不多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已經不存在 或者不科學了 其實剛才提過 考古學 心理學 社會學 人類學 統計學 等等 這些都是用科學的精神 但永遠不能夠百分之百 去證明那些theory 心理學 就算你做無數的實驗 但你都不能夠說 每一次這個實驗 都一定得出這樣的結果 都有差異的地方 考古學更加明顯 我們盡量去找到不同的證據 去證明 是否這個時代發生 是否照著以前這本書 去證實發生 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 我們找了很多證據出來 但我們最後都不能夠百分之百話 真的好像在實驗室證明 得出這樣的結果 因此 如果你明白 當我們聖經講到 羅亞方舟 講到約拿的事件 我們只能夠用科學的精神去探索 但我們永遠不能夠得到百分之百的 肯定的結果 大家知道其實信仰的確具有兩個不同的層面 一個是理性的層面 就是剛才說科學精神 所以如果用我們的學科的說法 一種叫做objective certainty 客觀性的肯定性 這種客觀性的肯定性 永遠不會百分之百 因為我這樣證明到 所以我就得到一個一百分之百肯定的結論 永遠不會 所以耶穌的言行 耶穌的存在 耶穌的證據 都是屬於科學精神的範圍 我們永遠最多能夠得到的 是百分之九十九 總會有可以被推翻的可能性 這個objective certainty 但是在信仰的層面裏面 更多的確具 這個就是subjective certainty 就是我裏面主觀的經歷 感受得來的信仰的確具 包括聖靈在我們心裏的感動 包括在信仰裏的經歷 包括我自己和上帝的交往 我得出這種的確具 這種的確具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可以得到這個subjective certainty 他一個人 他本來患了癌症 他祈完討之後 神聽他祈禱 他真的很奇妙地 醫生無法解釋 他好發 他就不是什麼證據 不是什麼理論得回來 是因為這個經歷 所以他確信耶穌基督 完全跟從他 今天我們看到大陸很多人 相信神 都是從subjective certainty 這個主觀的經歷 得到這種確具 對他來說 永遠不會改變的 他就確定要相信這位神 這種是主觀的確具 是很需要的 不過我們感謝神 在神給我們基督教的遺產 神給我們在聖經裡面啟示 兩種確具都有 我們可以有objective 可以subjective 兩者加起來之後 我們看回剛才的問題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 用這些科學驗證神經的方法 有兩個可能的極端 一個極端就是 我可以用科學推證神經是真實的 這個差不多是妄想和無知 我們永遠不能用科學方法 推證神經百分之百肯定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一樣 因為考古本身 就不能夠再重複 不能夠再重複 就不能夠說百分之百肯定 好了 但另一個極端就是什麼呢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 包括基督徒賽 就說 因為科學不能夠百分之百肯定 我們的信仰 所以我完全放下 科學精神太多聖經 這是另一個極端 因為事實上 神給人 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都有兩個需要的層面 一個感性的 一個理性的 而正如基督教的神學 本來就是提供這兩方面 是其他宗教很難提供的兩方面